什麼話題? 最近環頭有不少市民報案 全部都涉及網購受騙 受害者全都是在社交網站 進行私人買賣名牌手袋 但收到的全都是沒有牌貨 價錢也不便宜,三至五萬不膽 這個牌子的手袋 平時限時也賣十萬元一個 現在便宜成一半那麼多 難怪這麼多人中招 這些案件其實是海關海藥巾 本來就是,但Fionn在網絡巡查時 發現懷疑編徒的網名是Winnie609 跟上次牛家壁用的帳戶名稱 WinnieG616有點像 已經檢查過了 IP地址跟牛家壁的手提電話一樣 所以很大機會是同一個人 就是說現在牛家壁 是用Winnie609這個帳戶 去做冒牌手袋這件事 我真是想不明白 為什麼這女兒應該穿草 為什麼她還敢出來到處騙人呢 別說那麼多,能否跟上這條線 我已經叫Fionn在網上放射 假裝買家去接觸她 盡量約她出來見面交收 只要她下答的話,即時可以按讚 好 Winnie,你也很準時 對,我也是剛剛到的 對了,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銀行戶口 這件事都過不了數 搞得她特意讓你出來交收 不要緊,就為你方便而已 袋子在這裡 袋子原價十萬元 幸好認識你 現在半價也不用就能買到 真的很划算 對,那些錢我帶來了 你們碰一碰 好 警察 司徒Sir 老闆,媽八姐 雜叔,媽八姐 怎麼樣?捉了嘉賓嗎? 捉到了 所以就叫你過來弄下手續 拿回保釋金 我也說了 叫你來拿回保釋金 就是說你沒事 那嘉賓是不是認罪了? 他什麼都認罪 他承認了是他騙爸爸簽的票 所以所有事都與爸爸無關 其實嘉賓騙了錢 為何不離開,留在香港被你們拘捕? 其實我們一問他 為何不早起床 原來他還有一個長期病患 弟弟在鄉下 一直要寄錢回去幫他治病 所以他才冒險繼續留在香港騙錢 司徒Sir 我們這塊牛家逼他去基樓室 好 陳叔,不好意思,這次連累到了 我打算不再做副主席的位置 你不做? 是我不讓他做的 因為由現在開始 我要天天留他在我身邊 讓我盯緊他,不能再搞一會 你別聽他亂說 我打算不再做事多了 可以奸辯你一點 到時候有期望,無謂再擺住位置 好吧,既然你已經決定了 我就不玩留你了 希望你以後生起龍,事事順順利利 成你貴意 我陪我老婆去買點東西,先走了 再見… 終於水落石出了 你又可以當上主席 繼續行醫,開心吧 現在開心的應該是阿忠 記住以後不要再亂介紹女朋友 給他認識了 見過鬼還不在乎嗎? 兒子大兒子的世界 讓他自由發展吧 是否自然會贏 這位是女人 怎麼樣? 把錢都壓盡了 先生,你冷靜一點 如果你現在這樣做 我業重傷人是會坐牢的 你公司無法犯法也好 也不是我自願的 我打算回法國 你到底有什麼瞞著我? 我想你和我一起走